大家好 欢迎收看《粤语追财金》 投资者在招行APP购买100万理财 它是只是收回1万多的事情引发热议 这件事情也将招商银行退上了风口浪漸 据悉 这是招商银行旗下招商基金子公司 招商财富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 出现了对付困难 导致投资者到期无法收回本息而引发的诉讼 近几年招商财富管理的产品频频踩雷 投资者叫虎不叠 据报道2017年5月 杭州的徐女士通过招行总行APP手机客户端 购买了100万的新顶名四期产品 并向招行总行额外支付了1万元的手续费 实际付款是101万元 该产品存续期为两年 2019年5月26日到期 可延续一年至2020年的5月26日 投资者年发收益是8% 但是眼看着产品即将到期 2020年4月 徐女士突然被告知 产品无法按时清算 100多万的投资款也无法按时对付 在投资期间 它肯定收到过一次收益1.1万元 面对迟迟无法对付局面 徐女士认为招商银行 招商财富等机构的推介销售产品过程中 没有尽到预实告知的义务 销售高风险等级的产品 且存在一定的欺诈故意 后来将招商财富等机构告上了法庭 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共计123万多 此前据杭州电视台2021年的报道 杭州赵女士2017年也购买了一款 招商财富新顶名影视文化产品 四期的产品 投资款是200万 最后也只是收盘了23183元 该案件后续怎样 尚未有具体的消息 以上风险事件 究竟是管理方招商财富的失误 还是代销机构招商银行 没有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 各方也是争议不断 根据资管新规 金融机构销售资产管理产品 应当坚持了解产品 和了解客户的经营理念 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向投资者销售 与其风险识别能力 和风险承担能力 相适应的资产管理产品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禁止欺诈或者誤盗投资者购买 与其风险承受能力 不匹配的资产管理产品 不得通过插分资产管理产品的方式 向风险识别能力 和风险承受能力 低于产品风险等级的投资者 销售资产管理产品 而投资者在选购产品时 应当认真阅读产品相关合同 冒责港名书 推介材料和风险提示 根据自身评估 选择自己的产品 为了避免出现糾纷 以上都是三方需要专手 和注意的要求和规定 但现实中经常会出现的是 因为产品出现投资蝕本 而造成三方对立的局面 就比于开头讲到的徐女士一样 所以责任盈定方面 因为涉及到三方交易 双鹿作为重要的判断手段 根据以往法院的判例 在涉及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糾纷 个人理财服务法律关系 相关的案件中 销售方很多违规行为 并不必然需要为产品 蝕本承担赔偿的责任 这个也为投资者敲响的警钟 需要感慎对待自己购买的 资管产品前签署的每一份文件 事实上面对此类糾纷 销售方如何证明已经是尽到风险揭示的义务 尚上面能举证不可的困境 2021年5月份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一则 二审案件中就好好证明了桑绿的重要性 事情发生在2016年6月16日 同样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 用一百万购买了招商银行代销一款证券投资型的浸托产品 一年多后虚本13.55万元 长者将招行告上了法院 要求赔偿损失 招行出具了向长者代销 涉数产品的录音录像视频 要证明投资者是自行决定购买涉数产品 且代销方履行了适当性的义务 最终法院结合桑绿视频 和各类证据驳回了长者的上诉请求 据《市代周报》报导 8月6日 杭州西湖区法院应招商财富的诉请 对两家影视公司启动了执行立案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投资者到期没有回本 而招商财富等机构追尝 招商财富又向资金毛泽方追尝 申请执行 不过种种迹象表现 现在资金毛泽方 申顶名情况不容乐观 资料显示 申顶名影视基金专行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为海宁申顶名影视文化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烈协会官网显示 此前由海宁申顶名担任管理人的 备案私募基金至少有27个 招商银行拿到了其中近一半的托管业务 但是从2019年开始 申顶名旗下的私募基金开始出现对付困难 2022年9月 海宁申顶名因异常经营 被基金业协会注销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资格 而申顶名管理的27个产品中 有19个自销时已经是清算的了 另外8个未获得清算 通过天眼查APP显示 申顶名的创始人为方军 现在方军全部未履行的执行案件有18件 屡计被执行的更额是6234.96万元 申顶名的另一个主要股东为陈杰 屡计被执行更额5706.8万元 如果申顶名务不对付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 是不是会承担赔偿的责任呢? 资料显示 招商财富由招商基金发起的招商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2013年2月21日 现在注册资本为1亿人民币 招商财富作为招商基金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 近年来浪跚踩旅 比如上面的申顶名四期资管计划 2020年已经到期了 结果现在都未能对付 自禁串头之后 最终投向为飞峨影视、熊钟影视等公司 其实影视投资一直都是风险巨大的 根据猫眼发布的去年戏飞房数据 同年远线上映的电影可以收回成本的不超过100部 如果以上映电影为基数 回本率肯定是23.15% 以拿到公映许可证电影为基数 回本率更加低至12.85% 因此将影视文化作为投资方向的产品 承论棉花收益高达8% 散售给投资者本身就具有较高的风险 此前招商财富还踩过一个大坑 这就是著名的江大MPS的事件 当时招商财富投入了28亿 参与海外体育赛事转播版权公司MPS的投资 结果项目爆雷 招商财富最后和江大资本达成了和解 共计回收22.4亿元 利弹投资账面涉本达到5.6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 招商财富在多个项目中产生巨额损失 也暴露出其风险管理体系存在重大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管理资产超2000亿的基金子公司 招商财富并不直接持有私募管理人牌照 其参与私募产品的方式主要包括 一是直接担任LRP 二是招商银行系统的关联帮 私募管理人作为GP 其中使用较多的GP是招银国际 三是间接参与一个空套式的 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 深圳招财共赢 以上所谓的变通方法 本质上在核心风险环节并由自己掌控 其实加大了项目投资的风险性 招商财富在多个理财项目出现风险的同时 招商银行的另一家核心子公司 招銀理财也出现了问题 6月底 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 对招商银行及招银理财 共计处以1200万元的罚款 理由为理财业务未能有效地穿透底层资产 信息披露不规范 损害了投资者的资情权 招商财富多次踩雷 不单只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也变相比招商银行的品牌声誉 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最后亦希望出现的产品 可以得到有效地妥善处理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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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